大家好,我是丁尖丁达 欢迎收看丹达独斗的四分钟藏语教室 小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首耳熟能详的手指摇 这一集呢,我们来学指头的藏语 指头在藏语有很多种说法 第一种呢,是索摩 索摩,这个在书面上时常的出现 那平常口语呢,我们常常讲足骨 或者是足摩 那不管是索摩,足骨,还是足摩 指的是指头 所以它可以指手指,也可以指脚指 那如果要特别讲手指的话 只要在前面加上手 手,我们之前有学过是拉巴 所以手指就叫做拉克索 拉克索 或者是拉克兽 拉克兽 那脚,我们之前学过是刚巴 所以脚指叫做刚索 刚索 或者是刚兽 大拇指 大拇指藏语叫做提崩 提崩 食指呢,是足骨 或者是足摩 所以足骨 它可以当指头的种称 也可以特别指,也可以特别指,食指 中指藏语叫做骨末 骨末 骨末 无名指是心落 心落 小指叫做挑胸 手心 脚趾呢,是后面,是后面,背面的意思 指甲是 先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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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手合十,合掌的手势,藏语叫做提摩 提摩 提摩 那做合掌,合十的动作可以叫提摩扎 提摩扎 或者是提摩扎 提摩扎 提摩扎 提摩扎是过去式和未来式 那提摩扎是现在式和起始句 那手握拳的手势,拳头,藏语叫做 骨末 骨末 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索摩 索摩 足骨 足骨 足摩 足摩 拉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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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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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 太棒 腐句 竹句 竹句 竹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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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酩魔 苦虎 功虎 供摩 鸚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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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鸚鸚鸚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四分钟藏语教室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 Rashitele